大家好,欢迎来到阿燕生活家手作间的自绣小课堂 今天介绍的针法叫麦穗绣 首先我们在布上绣两个香蕉的直针 然后在它们胶点的下方 一定的位置出针 然后从右往左穿过刚才的两个直针 在上面绕一个环 然后出针的铜点入针 第一个麦穗就修好了 我们接着继续 绣两个直针香蕉 香蕉的点就在刚才绕的那个环的出针点 然后往下出针 穿过刚才两个直针 注意我们只穿过直针 不要穿过刚才绕制的线圈 同点入针 接着再绣直针 接着再绣直针 记住绕环的时候 只绕直针 最后绣制到我们需要的位置结束就可以了 结束的时候用直针结束 或者是绕一个环来结束都可以 是不是很形象呢 它也可以用来做装饰花边 也非常漂亮 好了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吧 再见 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关注和点赞吧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或交流手作的心得 请关注和点赞